中国女排参加试联赛泰国战总决赛的12人大名单已出炉 主公 张长宁 王云露 仲慧 王毅竹 庄宇山 副公 杨涵玉 高毅 王文涵二传 徐小婷 丁霞 接应 郑一新 自由人 倪非凡 这份名单 李莹莹 朱婷缺席 但奥运荣耀的张长宁 丁霞 强势领衔 更有王云露 仲慧 杨涵玉等实力战将回归助阵 此次主教练蔡斌与赖亚文教练均缺席 由助理教练袁志担当主教练重任 张长宁更是容认队长 预计将成为首发核心 此次总决赛无疑将成为奥运会前选拔队员的关键试炼 此次再度对决 以替补阵容参赛的中国队面临着严峻挑战 他们需要填补主力球员缺席的空白 展现自己的实力 中国女排的阵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尽管中国队此次并未派遣主力阵容参赛 这是出于对主力选手的保护 防止他们在奥运会前受伤 但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都期待中国队能在比赛中发挥出最佳水平 为观众呈现精彩的比赛 这支队伍虽然少了几位核心球员 但实力依然不容小觑 尤其是面对老对手日本女排 中国女排的年轻队员们可是要拿出12分的精神来应对啊 话说回来 这次总决赛对于年轻队员来说可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能够与世界强队交手 不仅能锻炼自己的实力 还能积累宝贵的比赛经验 相信在原质的带领下 中国女排的年轻队员们一定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为中国女排争光 由于三名复工无论高益 杨涵玉还是王文涵发球性能一般 发菜球就等于给日本女排送分 可让发球好的王于露替换发球和半轮防守 张长宁和王毅竹如果状态有起伏相互调换位置 二传徐晓婷一定要组织起立体进攻 要敢于给杨涵玉和高益传球 王文涵在场上时也要传球给他 发挥他暴力快攻的优势 仲慧和庄宇山必须有一个在场上 由于他俩都是小个子 一个主攻在后排发挥防守优势 如防掉和打手变相救球 这样的替补阵容想要打败全主力 日本女排估计很难 除非超水平发挥 中国女排全主力出战日本女排 最终都一比三失利 更何况替补球员出战 不过我们也期待张长宁超水平发挥 带领中国女排打出精气神 说球不可怕 中国女排精神就是顽强拼搏 永不言败